再婚十年 王女士为丈夫生育了三个孩子 可现在提到这段婚姻 她却只有绝望和恐惧 小姑子处处针对 三个半夜十二点钟 跑到我家来敲门 骂我直到我鼻子上 你是一个二百五 你想不想到我家活了 公婆有意防备 公公婆婆都是这样子的 她骂儿子的钱到我口袋来 丈夫威胁恐吓 她就摸一把刀来 我就这样扔到那里 那个小孩都惊吓 今天就是要整服你 我当时全身发抖 这一切都让王女士 在这个家过得备受煎熬 也让她的母亲邓女士 心如刀割 可是面对妻子及岳母的 一致控诉 丈夫李先生却说 她才是最委屈的那个人 她这个人想法比较丰富 天打狸批 好不好 来了进门第一件事情 就是对着我发脾气 打我一巴掌 丈母娘三个人来对护我 你上我中了手啊 我妈妈中了手啊 你如果没有中手 你就不要上前 知道吧 当战火蔓延至整个大家庭 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 让我们调解现场的老师们听了 都不寒而栗 观察员李小云甚至说出了 这么一句话 我真担心你们两个 再这样过下去 会闹出人命来的 如此剑拔弩张的两个人 却因为一个意外爆出的秘密 双生痛哭落寐 总的没有一点关心我 到底是什么触动了 他们内心的敏感与脆弱 这会是扭转婚姻困惧的关键吗 让我们一起进入 今天的金牌调解 令人恐惧的婚姻上集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李津平 李老师 欢迎你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分别是妻子王女士和丈夫李先生 陪同二位来调解的 还有女方的妈妈 邓女士 先说说看你们的诉求分别是什么 就想跟她一分 我在她心目中 从来没有老婆的位置 就感觉 他们一家人把我不当了 我刚刚进门到她家来 我就跟个傻子样的 她一家人 这个也欺负我 那个也欺负我 十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 忍不下去了 看透了 李先生 那你的诉求呢 我也是想把有些事情讲清楚 刚刚 能挽留 尽量挽留一下 如果实在挽留不了的话 我也同意离婚 因为我感觉我老婆 她的一些想法都是错误的 是她这个人想法比较丰富 家庭矛盾也有 但是我不感觉 都是我们的问题 王女士嫁给了李先生 身怀六甲之时 丈夫提出买一套房写在她的名下 正当王女士满清欢喜 准备接受时 一个深夜到访的不速之客 却打破了这一切 第一次买房子 我那个时候 反我大女儿七个月 她说写我的名字 改姑子就听到了 明晨三更半夜 十二点钟 跑到我家来敲门 姑子跑到我家来 用那种仪器说我 就说难听的 就说的 就跟一个小偷 一样的那种 她说房子不写你的名字 万一你把我的房子 带跑了怎么办 指得我鼻子上 她长了一些难听的发 她姐姐问她 要我来说吧 你不好说 我来说 她就叫了一下 不要说 她姐姐还是要说 买房是李先生提的 写你的名字 也是李先生提的 那为什么姐姐 会跑到你们家来 来做这个主呢 她做不了主 没主见 姐姐为什么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婚姻 也是比较复杂的 她有这方面的担忧 所以说 她就会去帮着我 去想去处理我的事情 但是她处理 不是我的意思 作为姐姐 你也是个女人 本来帮个女人 你买房子 也是写的 你自己的名字 是不了 再说 我又没有在她家 没有地位 我又没有一个钱 钱不在我手里 她还说过了这句话 我姐姐永远是姐姐 意思是说 你是算什么呀 就是没有把我当老婆 我说姐姐 有的时候做法不对 但是确实是为我好 我是希望她能理解这一方面 并不是说支持我姐姐 但是她这种不是好啊 买房本是一件好事 就因为小姑子 掺和这么一脚 最终闹得是 各自心里都不痛快 虽然房子最后 还是加了王女士的名字 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但王女士从这件事情上 认清了婆家人 对自己的态度 也看到了丈夫 对婆家人的维护 只是她没有想到的是 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不仅仅在经济上防备 夫妻平常的生活琐事 王女士也发现 婆家人的手伸得很长 因为就在那之后不久 王女士安排了自己的亲弟弟 过来跟着丈夫 学习维修手机电脑的技术 而婆家人对此的反应 是王女士始料未及的 我弟弟在谐徒 当时还没气 她爸爸就打电话给我 叫我不要叫弟弟去 她说她跟我弟弟相组不来 叫她儿子不要带我弟弟 然后她爸爸又叫她外甥去了 好像就是挤掉我弟弟的那种 我的婆婆就天天打电话 三年两天打电话给我妈妈 她说亲母 怎么可能带两个图呢 意思是说叫我妈妈叫我弟弟走 她姐姐给我打了电话 她说天哪又带酒子啊 三爸我打她弟弟不当人样的 三爸她弟弟辛苦了 老公有一点点那个叫外甥 就要认真一点点 她的外甥就是跟她是一家人的那种 本来是没有什么的 大家都来帮我做事 然后也顺便交一点 这个都是本来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比我老婆搞得好复杂 我一点都不搞 她会说我交了外甥没交弟弟 就会把人家想得好坏 其实我没有那种心 你实际上也有那么快 你心里清楚好不好 实际上都是一样交的 你心里清楚 是吗 她就会去采测 人家心里是怎么想的 把我做的事情黑化了 爸爸只是说 弟弟这个人不适合做这个行业 说的好难听 她只是她个人的想法 小姑子也说了 明白 妈妈的意思就是说 外甥也不要交 舅子也不要交 这都是老人家的一些想法 我没有那种想法 她心里有数的 她不承认 李先生强调妻子误解了家人 也冤枉了自己 在对待小舅子和外甥这件事情上 自己一直是一视同仁 没有区别 但王女士从婆家人的话中 以及丈夫平时对待弟弟的态度中 认定丈夫和婆家人 就是想要合力赶走地图 对此夫妻俩争论不休 此时厂下坐着的王女士的母亲 有些坐不住的 她想要向大家说明一些情况 我儿子进步很慢的 他是不用心 没有他外甥专心 这点我理解 女士当时答应我儿子 其实很痛快的 我有句说一句 所以丈母娘这里说出来 其实这件事情上 并不见得是女婿 故意要排挤你儿子 故意也不是故意 我估计女婿是没有那种心 她爸妈有 姐姐也有 说多了 都会听的 女儿一直心里都有去 她就是怨老公 知道吧 我就说把弟弟交回来没关系的 她喝不净就算了 她是夫妻好重 她就把她的手都砍得下手 她自己发神经 跟我吵架 剁掉手指 没有人拿她 有没有人说她 我当时砍掉手指 是因为我是生我老婆的气 她是说逃犯了没老婆 她平时除了说我教的不公平 而且还会不停地在念叨 因为外甥还在这里 她弟弟又走了 她就更生气 她搞得我儿子就好烦躁 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告诉她 叫她不要唠叨 有用吗 没有用 她手指跟我不搭架吧 她的姐姐冲到我家来 指到我鼻子上 你是一个二百五啊 你想不想到我家佛了 我都不知道哪来的事 你自己剁手 你有这个 就是把我不当人你知道吧 好像我不知道生气一样的 但是她还像着姐姐 所以我导致了我恨她 家里人看着我这样子对她有厌气 确实姐姐这个人说的她不喜欢听的 有这方面的事情 这个事情我也不赞同她这样子搞 一件平常小事最后却演变成了一个悲剧 因为李先生的一个过激举动 王女士就此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成为了婆家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是李先生不想看到的 毕竟他最初只是希望通过这一行为 能够堵住妻子唠叨的嘴 把日子平稳地过下去 出于愧疚 这件事情过后 李先生想过和妻子及岳母家缓和关系 于是在妻子弟弟准备要结婚买房时 李先生选择了倾囊相助 可没曾想她的这一善意的举动 最后却让矛盾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丈母娘说了跟弟弟买房 但是在买房这个事情上 我是不赞争的 因为她这个家庭房间不允许 但是她非得去干这个事情 我说如果是你实在是想买的话 我说这个她你要借我就借 我手上存的15万块钱 我就答应了 因为老婆在跟我过日子 能过得去这个钱 这个手上有借就借了 然后这个借钱最终的目的是 希望老婆感恩一下 然后对我好一点 那个老婆跟丈母娘债同好了 债同好了 她算丈母娘想还钱 她就说不要还过来 当时借了15万 然后一年还1万 还了3万 还有12万 5年没有还 据说是她心里的鬼 反意知道吧 你想想一个农村人 几年5年之内 结了分又买了房 她拿来拿钱呢 我妈妈没有啊 有肯定会烦啊 找了一个老婆就发了30多万 她是17年买的房 借了我15万 我在19年的时候买了店面 欠了钱 她是各顾各的 她要顾着自己的儿子 结婚要这里要用 那里要用 而且是老婆又不理解我 我买这房子给你 我爸爸说了 另外一套房子卖掉给她 说你好紧 我可以把那套没有房子 真的卖掉 还给你 她说妈妈不买发布呢 她也这样说的 当时我有贷款的时候 丈母娘是这样跟我说的 她说我那套房又卖不掉 如果人卖得掉 就会把这个钱 全部给到你 就是她想表示的 就是没有钱嘛 如果她就只是说 有这个打算 想把那套房卖了 但是又卖不掉 当时我爸爸问了她 真正她的意见 有人出了380一个平方 她就说我爸爸 她说爸爸不买 不着急 她说卖得太低了 你问她 她是说她要卖掉房 那个是建议她买房之前 我的一个说法 后面我就问你 老丈人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 如果你急着用钱 我就把这个房子 380一平卖掉 我把钱先买 没有 没有 她想卖也卖不出去 后面经常 老婆跟我闹矛盾 李先生本想通过 帮助妻子娘家 来拉近夫妻之间的距离 却发现 他的一方好意 并没有换来 妻子一家的感恩与理解 这让李先生 非常的愤怒 他随即做出了一个决定 也就是这个决定 使得他和妻子 及其娘家人 彻底翻脸了 直接去起诉 把我老公高送发零 我说 以前我们送料 我现在慢慢返给你 一年晚又晚的找你 你不要送法庭好不好 我们好来玩 他就是要送 现在我一年给一晚 给了他的 我不会来给他一份钱 这个东西借了 他答应说没借 肯定是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就是要害我爸 女婿把岳父告上法庭 这个意外 这个意外 令王女士一家 瞠目结舌 暴怒不已 回过神来 他们开始分析 到底是什么 让看似听话的丈夫 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在王女士看来 丈夫能做出这个举动 婆家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至此夫妻双方 两个家族之间 彻底成为了对立面 王女士一气之下 也回了娘家 在娘家待了二十多天之后 因为孩子 王女士选择再次回归家庭 可当她回到家中 她才知道 在她离开家的二十多天里 丈夫还干了一件事 而这件事 直接将他们之间的战火 推向顶峰 皇上皇的三十年 是一条寻找答案的新路 一路寻找 一路成长 一路繁花盛开 三十载坚守 风华正茂 婚姻问题 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 朋友冲突 工作麻烦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 怎么办 解决矛盾 选择调解 请拨打0791-8834-0791 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 提供帮助 保障权益 解决矛盾 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热线 0791-8834-0791 来调解 省心省力 不花钱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的节目在金视频 也会同步的直播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金视频的APP 记得要加入到我们 金牌调解的社区里边 这样的话呢 不仅可以观看更多的节目 还可以和观察院老师们 零距离的互动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他说 你还想要我的财产呢 那个钱我给了我爸爸 我转给我爸爸去了 老公完全感谢不给我一条心了 我就是觉得公公在他面前经常跳拨我们的关系 我跑到乡下去了 我就说我们都没离分 你为什么要穿意这么多呢 是一般的聪明的公公 不会管 公公给我解释 他到钱到我额抱里头 他不会给的 他不会给我的 他说先把我带跑 就跟他姐姐一样的想法 就是每一次就是把媳妇跟当个什么样的 是我跟他爸爸吵架嘛 他总是为父家人 这个手摇的两边摇通啊 我老婆无理起落 把带三个小孩带到乡下去 我父亲在乡下 他跟我村上的人去讲我 讲我把我的存款 就是分钱财产存的 我父亲名下去了 他把前程的爸爸名字上 我爸爸打电话给我说 他说他到处去说 那回去之后紧跟我闹 他也是往死里打 我是一下都没打你啊 我打你 他就是 他我也是不让 他就是两个人强起来了 我拿牙齿咬了他的手 这样掐 跟我这样躲着 他们夹到 掐了一下脖子 你是不是把你的钱全部转移到 你爸爸名下了这件事情 有啊 你问他呀 因为我老婆赌博 输了十八万 走这条路也是没办法 跟他没有原因吗 也是因为他跟我吵架 在娘家住了几天 他也不去接我 我没钱用 然后我就走上了这条路 第一次赢到了一千八 我就一个心就想着靠着这个 把三个小孩养 我就不靠他 从二月份之前 现在是九月份 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赌博 我发现你好废诬赖人 我说了我玩再多舍 如果是你要这样子赌的话 我们就过不下去 可能拿我分钱再转 到时候分掉 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又在那里老样子 跟父母打电话 他父母倾听着他受了委屈 他又来保护女儿 来了进门第一件事情 就是对着我发脾气 打我一巴掌 然后后面应该就 因为他是三个人来的嘛 小舅子也是年轻力壮的那种 老赵人个子也比较大 赵母娘三个人来对付我 他就一起上 好费污奈的 他当时是没有留情面的 因为是要听电容信 你说我动了手啊 我妈妈动了手啊 如果没有动手 你就不要上前 知道不 问题是你也上前 我妈妈这把人的东西不守 你脱得我 我怎么保护自己呢 当时我老公就船上 打了一巴 他就跟我爸斗打 就把个照片打到死 他也有怨气 他有怨气是怎么说呢 他说我去法院告了他 我就脱打了 不要打了 这要成人命的 从最初的唇枪舌战到现在的暴力相向 眼看着双方的战火越烧越旺 整个大家庭都陷入了混战 王女士坚持认为 这一切都因婆家人背后使坏所致 就明白我的意思 因为我每一次只要是跟我弟弟讲了爸干嘛的 他老婆就不高兴嘛 我只要看着他活得好就够了 我想问一下姐姐这边 就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当初最早的时候 这个弟媳妇嫁进门的时候 那个时候弟弟想买一个房 然后说那个名字写弟媳妇的 当时说是晚上很晚了 你跑到弟弟家去 跟弟媳妇理论这个事 这个是你刚才承受的不对 是他本身我弟弟买了的房子 然后他就刚姓名一个亲家是多久 然后他就说要改他的名字 这个毕竟是二分嘛 本身就是自己的房子 为什么要写着他名字 然后我自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不是说当时买房子 是已经买了的房子 没买啊 是吗 我白弟姬白七个月 如果他买房子 我管他写谁的名字 他后来不是写了 我说了什么事嘛 后来店没人买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想问的就是 这件事情是弟弟当时 希望你出来帮他说话 还是你觉得不合适 要出来说这个话 我有意见 当时对我弟媳妇根本不了解 我弟弟这个人呢 是这样子的把金币拨住 都掏给你们 但是不掏你们 喜欢带走 人家根本就看不起他 拿他当傻子 带走 听到吧 钱是他家人交费的 所以你是担心 弟弟在这里面受欺负 这件事情以后 然后我弟媳妇 反正就是看到我 就是天天在家里念叨 反正只要说到我家人 去跟我找家 然后从他以后 我从来没有 现在没有跟我弟弟 没有微信 没有电话 我不跟他有任何联系 我一点关系没有 明白 他家里要干嘛 现在跟我一点关系 就没有 在现场就是弟媳妇这边 表达的就是 他们夫妻有这么多的矛盾 跟你们这个大家庭有关系 这一点你怎么看 他这个现在夫妻之间不好 最大的问题 不是他老婆不好 他老婆人也就是说 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其实人比较简单 也挺好的 问题就是出在什么地方呢 带小孩什么的 他妈妈带多 他妈妈带多 跟他妈妈接触得多 就是受他妈妈的影响 你如果是叫他妈妈 不多他的事 他其实活得相当好 我弟弟不要求我弟媳妇 要干多少事要干多少 就是叫他不吵就可以了 他的嘴巴爱张人爱骂人 然后我弟弟实在忍不住 有时候是必须打他 有时候都做过一个 问题就是出在他妈妈 他心骨带了小孩 没有得到英语的报道 你对他们两夫妻 这个接下来 能不能在一起过 你觉得呢 我希望他到一起过 他现在是打到扣托园 到现在三个小孩子 爸爸妈妈 你把这个家拆掉 那三个小孩有多可怜 听明白了 好 谢谢 李先生的姐姐希望 夫妻俩能够好好过下去 但前提是 王女士的母亲 不要再参与其中 姐姐的一番话 似乎说到了李先生的心坎里 每次是这样子的 只要有点事情 感觉 你这样的对我肯定说了 打电话给妈妈 打电话给爸爸 丈母娘 会参与进来我们的生活 这让一旁的岳母 邓女士听了很是气愤 她姐姐每次说她 帮她说她老婆 她姐姐就是 她姐姐有你 比她好 你姐姐怎么不帮你 带个小孩哦 三个小孩怎么 一下都不带 全是妈妈带的 全是我管的 她送我穿衣到这里 挺原来 那么究竟谁才是 矛盾的核心呢 在我们调解团队的 老师们看来 夫妻俩之所以陷入 婚姻的困局 其自身应该要负 主要责任 大家好 我是暖衣 您信赖的毫无推荐官 辅媒Q10的认知度 现在是越来越高了 对心脏很有好处 补充辅媒Q10 可以提供能量 使心脏保持在 良好的运作状态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辅媒Q10的含量 逐渐下降 建议50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 适当的补充辅媒Q10 今天推荐的是 北京同仁堂的 大品牌辅媒Q10 每粒含辅媒Q10 达到42毫克 接近规定含量的上限 一瓶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有些朋友觉得 佛媒Q10太贵了 冻着一个月 就得三四百元 不敢用 这款北京同仁堂 佛媒Q10的原价 298元一瓶 本档 团拼账目 300名体验官 限直降249元 每瓶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三瓶为一组 此刻电话已经开始抢线 库存正在骤降中 赶快拨打 屏幕上风的电话 跟着我 一起团购吧 这款辅媒Q10 是北京同仁堂出品 品质有保障 首先是含量非常高 美粒的规格是0.4克 美粒和辅媒Q10 达到42毫克 接近规定含量的上限 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有一些朋友觉得 辅媒Q10太贵了 冻着一个月就得三四百元 不敢用 这款北京同仁堂 索媒Q10的原价 298元一瓶 本档团拼账目 300名体验官 限直降249元 每瓶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三瓶为一组 此刻电话已经开始抢线 库存正在骤降中 赶快拨打 屏幕上风的电话 跟着我 一起团购吧 补充辅媒Q10可以提供能量 使心脏保持在良好的运作状态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辅媒Q10的含量逐渐下降 建议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适当的补充辅媒Q10 接近规定的含量上限 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而且这个浮媒Q10做的是软胶囊技型 属于小蓝帽 好用易吸收 被称为心脏加油站 平时因为价格高 不敢服用浮媒Q10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了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团拼账目300名体验官 限直降249元 每瓶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 你没听错啊 一个月才49元三瓶为一组 最后40组 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购吧 不花钱 李先生两个字 第一个字 赌 第二个字 输 当你老婆 因为一些他不满意的地方 叙叙叨叨叨叨叨 在你耳边不停地在那儿去说 那些你不想听的话的时候 你以往采取的那个 我来说 没想听 没想听 我来说 那些第二个字 我来说 重新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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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自觉地给对方去贴标签 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这种标签更多的是来自于 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种解读 它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 所以最终造出来的结果就是 你也痛苦 对方也痛苦 你特别容易被别人左右你的情绪 比如说 如果你听到他姐姐说了点什么 你也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也不会去仔细去回味这句话 它背后有没有其他的意思 你就只会一听立刻就不高兴 其实他们没有跟你生活在一起 在很多事情上 就是在一些原则事情上 其实你老公也是有他的底线的 哪怕你看姐姐说不应该 最后房子还是加了你的名字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姐姐并没有真正地去影响到你的生活 反倒是什么呢 是你让他们说的话 轻易地让自己的生活被影响 你们两夫妻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 她觉得你在防着她 你觉得她在防着你 你们两个人都是这样的状态 但实际上两个人 其实都想真心真意地过下去 其实如果她要防着你的话 她要真的防着你的话 她完全一开始就不打算借钱给你家 也就不会说包括在房子上加名字 你不是跟她硬碰硬 而是以柔克刚 我想问一下王女士 十年的婚姻 我们出去工作过吗 没有 当一个人他的经济不够独立的时候 他内心中是希望被别人看见的 希望别人认可的 我们进入这个家庭买房 她姐姐就是你的小姑子说了这句话 我们不能全盘地否定 你爱人是怎么做的 你爱人说同一家里的名字 她是想过日子的 只是在她做了一些行为的时候 她没有很肯定地去表达出来她那个状态 在你妈妈买房子的时候 她是真金白银地拿出了15万出来 我们要感恩她当初做的选择 我很珍惜这个婚姻 我才愿意拿出这个钱 我做了好事没有得到好报 包括她最后为什么打官司 你的关键因素非常重要 你要跟妈妈说 你要理解她现在的难处 你爱人 跟你爱人说 让你她理解你妈妈的难处 你是要起到一个协调和平衡 你无形中把自己和妈妈捆在一起 把你爱人抛在一边 你把这个家庭变成了一个 敌对双方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 为力 我要争取自己最大的权利 你没有融入到这个家庭 所有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 你评价都是不高的 当你种下了一个这样的种子 就不可能开出别人想看到的 那个盛开的花朵 不可否认 你的公公婆婆 包括小姑子或多或少 确实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媳妇 我们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 爱人的角色 我怎么去融入这个家庭 很重要 所以我特别可惜你 本质是好的 但是你所有的话语 意念 行为 都是把你爱人推在另外一面 你要完善自己 把自己从那个原生家庭里出来 你要独立 为什么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感觉到很委屈 你感觉到对方不尊重你 是因为你在这个家庭的价值 只限于生存 你想要什么 你就要先给出什么 想要婆家接纳 丈夫疼爱 首先就应拿出 作为儿媳 作为妻子 应有的姿态 王女士错就错在 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 一开始就将自己 置于婆家与丈夫的对立面 来处理事情 李先生虽不善表达 但在大师大妃面前 他秉持了自己的原则 王女士应该心怀感恩 抓大放小 才能将日子平稳地过下去 但王女士却说 丈夫并非老师们 看到的那么简单 三段失败的婚姻 如今第四段婚姻 又岌岌可危 李先生的身上 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在明天的节目中 王女士将告诉我们 表面软弱 说话慢条思理的丈夫 其实有着 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她就摸一把刀来 我就这样 扔到那里 痛啥呀 那个小孩都惊吓 今天就是要整服你 我当时全身发疼 不管对待她 还是对待孩子 丈夫都像一个暴君 就是因为我女儿 端了一碗耳片 拿那个拖鞋 打嘴巴 王女士嘴里的丈夫 和调解现场的李先生 呈现出来的状态 差异之大 让我们的观察员 都很不解与诧异 你当时的那股无名火 到底是从哪里来 我真担心你们两个 再这样过下去 会闹出人命来的 观察员李小云的话 似乎戳中了李先生的内心 他突然失声痛哭 我不可能做得到 每个人都能喜欢我 原生家庭 他也改变不了 没有办法 李先生的眼泪 究竟因何而流 他的原生家庭 到底给他造成了 怎样的伤痛 调解员李津平 又为何在此时 发出这样的感慨 李先生 是时候抬起头来了 如何才能帮助他们 解开婚姻困局 敬请期待 明天的金牌调解 令人恐惧的婚姻 下集